最近發生在你身上最糟糕、最糟糕的是甚麼 咦?是否要拿那件東西出來? 是啊 抱歉,在袋子裡,很快 最近最糟糕的是這個貼紙 它很小,比阿B玩也好 可能貼一下它很開心 它拿了貼紙,靜悄悄地吃了 我就想,糟了,我要拯救它了 但那時候我的手很骯髒 我竟然選擇了洗手 然後再拯救,它已經吞了 結果我拿去看醫生 接著去照X-ray 看看能否找到它出來 然後問醫生怎樣算好 或者你講解一下 Avatar對你化身,對你的意義在哪裏 講起Avatar,很多人都會聯想在打遊戲、遊戲 2019和2020的狀態差很遠 例如2019,經常都會有一種群體的狀態 但到疫情的時候 你不能再有群的想法 你一定要在隔離 好像網上世界才能應付 那你就要用很多個 訊號或公仔代表你 所以我覺得在隔離的時候 可以用化身這個名字去想像對方 不要忘記同在那種力量 我覺得在你的作品中很重要 我就是想用一個叫做自我暗示的方法 設計一個導航 一個旅程 有九個建議去提示你 你覺得怎樣可以跟別人連結 這九個方法 演員就會在畫面上 帶你引入你去回溯 你曾經跟別人的關係 最後第三部分 我想提議 我們可以用一些身體的 一些動作 在你日常生活 都提醒你有過的關係 這個作品有的元素 很深刻就是很女性 你找兩個女性舞蹈員 你說剛剛可能女校出來 然後你影片中也說女書 其實我覺得女性跟女性 有一種很特別的 bond 而且女性經常受 在歷史中有很多剝削 我覺得在裡面可以有啟示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女書 以作為姐妹之間秘密通訊的方式 譬如女書這一個 就是很特別 還有一個啟示 其實我們應該去 自己的語言 令到我們可以繼續溝通 不會被人禁制 我叫做默契 這些書法 在這個作品裡 為何是形體 為何是表現 為何是表現 因為我覺得姿態 你不可以伸手 即我舉手 你伸手 不可能 這件作品對我來說 是一個治療程 對你自己 有沒有一些 疏懷 或者能夠能夠 流傳到一些情緒 對我呢 真的 很大的幫助 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覺得很辛苦 好像輸解了很多自己一直的想法 左筆裡面有一句說話 希望和絕望同樣虛妄 都是兩個很無力的東西 我不想重視這兩件事 因為都是落空 我自己是寄望人 你最喜歡的Avatar是什麼呢 我最喜歡的Avatar 就是 阿拉丁的燈神 又可以跟你朋友 又可以聊天 捉一下他出來 有多有趣 我脫身攜帶 脫身攜帶 Avatar 感谢观看